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移民加拿大和移民魁北克真不是一回事 小猪在魁北克蒙特里就夸一夸这边的好 第一点 和温哥华多人多相比 我们的房价真的是很便宜 不管是蓝领白领金领黑领 一家两口人年薪有个七八万加币 在岛外买一个house 国内叫做别墅 几百匹名就可以轻松拿下 房子都是精装修交付 相比谋批房又省钱又省心 第二点 养娃成本也超低 国内流行内卷 其实全球都一样 华人越多的地方他就越内卷 就拿蒙特里的重点中学 甚至是网上有名的私校来说 他学费也没有多少 一年也就六千多刀 和公共和多人多相比 那实在是太给力了 更关键的是 政府还有补贴 牛奶金一个月动辄就上千刀 从孩子出生那一天起 一直到十八岁 我的乖乖 第三点 人际关系简单 礼尚往来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俗话说逢年过节最怕的是走勤旗 一是要送礼 而且要包红包 同事朋友同学婚礼随份子 比比都是钱包大出血 在这里一般而言 去朋友家 零一瓶酒 或者是带一盘菜 就完事了 大家都没守成规 礼尚往来 最多也就五十刀以下 可以说毫无压力 第四点 不管贫富高贵 每个人都享受 人能平等免费的医疗保障 在这里绝对不会发生一场大病 就让全家破产 负债累累 在加拿大书话说越大的病 而且花的越少 一切费用全部医院包 请护工办住院各种检查免费 搞一直住到病犬好 第五点 职场不内卷 在这里工作 没有人问你结了婚 没有 没有人问你孩子生了 没有 没有问你几几年出生的 没有人问你是什么民族 完全没有这些顾虑 简历上也不用写 面试官也不会问 第六点 双语社会 法语是亏审的标签 爱者留下 恨者远离 一直都是很大的一个争议方面 如果你们也在这里学习 创业事业 那掌握英法两门语言 且不说满足了西龙心 门外语 实际上的好处也是大大的 将来你们的孩子 不是也比只会说英语的孩子 多一个竞争优势吗 所以小猪自认为 法语是亏审的竞争优势 以上是小猪喜欢的六大旅途 什么空气质量好啊 环境优美啊 人nice啊 都不用说了 实打实的好处已经够多了 但凡事都有两面 有好去有坏 下一期小猪给大家说说 加拿大的六个不好的地方